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n 中国大叔在越南 前两天我们有台湾朋友来越南河内考察 随着10月13号,台湾开放边境 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朋友走出国门 到越南来,到东南亚去 游到欧美 但是如果您到越南河内 那一定可以看看河内的美景 品尝一下河内的美食 那前两天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跟我建议 他说Steven你可以培养一批 华语比较好的越南姑娘 然后呢,可以做我们的导游 那还有的可以帮我们做短暂的临时翻译 我觉得这个提议特别好 因为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到越南 越南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迅速 特别是疫情这几年 几乎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宠儿 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到越南来投资 那台湾企业也非常多 那因此呢,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应该培养一批 中文比较好的 愿意为台湾朋友们服务的向导 那我们这里呢 确实我们需要培养了很多会华语的向导 除此之外呢 随着我在越南的教学时间越来越长 那我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这些学生呢,学完之后就面临着找工作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由于他们还在读书,还没有完全毕业 所以呢,只能找这种兼职的工作 那我觉得跟大家做做向导呢,是非常合适的工作 不用呢,每天去上班 如果有客户的话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接机服务 也可以呢,帮大家预定一下酒店 安排一下车 如果您需要半天旅行的或者一天的 那在河内 那我们也非常乐意的带着大家去转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好了,今天呢,我们来了两个同学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同学们的汉语水平怎么样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您好,我叫而世兰 那你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可以啊 OK 那你开始做个自我介绍了,好吗 好啊 我先介绍一下 我叫而世兰 我读第四年 我才读河内金工大学 我的专业就是汉语 我的爱好呢就是读书 听音乐 读中文 然后去旅游 去别的地方参观 对,现在要继续介绍还是 继续介绍 还不够 我对中国还有感兴趣 所以我想了解中国文化 还有中国人 所以我读中文 后来我也想来中国 来中国 留学 还是去旅游 我想通过读中文 想找一份好工作呢 但是现在我还没毕业 所以找工作也很困难 我想 所以我想 读中文 然后提高自己的经验 积累 积累经验 然后可以通过台湾人 读汉语 然后可以跟他们学习 提高自己的水平 积累经验 然后找一份工作 我想我可以跟他们介绍越南 我想跟台湾人介绍越南的文化 迷失风景 风俗习惯 美食 旅游 跟他们参观 然后了解越南 那你的老家是哪里呢 我的老家在净化 我的老家在净化 我就是个净化人 你老家在净化哪里呢 我的老家在东山 东山县 对 东山县 诶 我上个月去东山县了 真的 真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人 结婚在东山县 净化 那你来东山了吗 我去了我去了两次 两次 那你觉得 东山怎么样 很漂亮 很漂亮 有山 有水 然后 那个风景很漂亮 他在东山的那个山那里啊 以前呢有是战场 对 东山那边风景是很美 然后我的朋友呢 他家那里有农场 农场 对 农场养牛养羊很多 那你兄妹几个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家有三个兄弟姐妹 三个 对 那你是老几 我教育第一 我教育第一 老大 老大 就是这样 OK 老大 可以 那你父母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 我父母的工作就是 劳动自由 哦明白了 自由职业 自由工作 没有具体的工作 没有固定的 固定 嗯 明白 嗯 那你这样 你现在是大学四年级 对吗 对啊 那你平时自由时间多吗 呃 平时我上学也很很少时间 一周我就上学啊 呃 两个 只上两天 两天 对啊 OK 那如果你只上两天 呃 那就比较有多的空余时间 呃 对啊 你一共学习汉语多久了 一共啊 学习大概要三年了 三年了 那你的汉语基本知识呢 已经具备了 唯一缺的就是一个环境 来多加练习一下 让自己的语言语法 表达更流利 哦 嗯 嗯 那我们这里呢 是帮助大家 来快速提高 汉语口语水平 对啊 我们这里呢 主要是搭建一个服务平台 因为我们是YouTuber 我们的主要的观众呢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 所以你的汉语好呢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给大家搭建一个平台 他们来越南呢 就可以聘请大家做向导 你愿意为台湾朋友们服务吗 愿意吗 我很愿意 我很想啊 服务台湾人 嗯 那你知道 服务台湾客户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服务态度 因为如果呢 我有好的态度呢 会带来啊 他们呢 觉得舒服 不难受的感觉 是的 大家出来玩 最重要的就是感觉舒服 对啊 嗯 所以服务态度是第一重要 对啊 至于语言呢 只是一个交流的工具 你说的话 他们能听懂 他们表达的 你也能明白 哦 这就可以 当然了 在工作当中 你也能渐渐的提高汉语水平 嗯 那还有最重要呢 就是 你有机会呢 和大家相互了解 对啊 在此基础之上呢 你要学习一下 台湾人的生活习惯 以及他们的 嗯 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对 嗯 这样才能更好的和他们相处 更好的服务于他们 嗯 OK 那就是我总结一下 第一 一定是要 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态度 对啊 嗯 这样呢 可以让大家感觉更舒服 第二呢 需要慢慢的了解 台湾的文化 对啊 然后以及台湾人的性格 以及生活习惯 嗯 第三呢 就是 我们在生活 在工作当中呢 慢慢 嗯 了解他们 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一定是要尊重客户 明白吗 嗯 嗯 就像你出国旅行一样 如果 向导或者是你的导游没有尊重你 你肯定觉得心情很不好 对 可能你明天就不想用了 嗯 或者是你下午都要跟公司讲 不要用了 懂了吗 懂了 嗯 就是 三点啊 服务态度 了解呢 生活习惯 对 还有呢就是尊重 尊重 嗯 OK 现在呢 你的汉语水平呢 我觉得 我讲的话 你能听懂吗 哦 我听懂了 能听懂的话 你就需要多练习一下 嗯 练习一下 然后更熟练一点 那我们可以 我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有一个四个人的班 每天早晨九点半到十点半 一个小时是学习内容 那剩下的时间 大家可以相互交流练习 哦 OK 你有空来参加吗 什么时候呢 早晨九点半到十点半 九点 九点半到十点半 九点半到十点半 那哪天呢 在周末 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嗯 那可以 他说 我的地方来这里有点远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可以 但是作用不太大 因为这种呢 你们已经有水平了 你们这种就是 短期的提高就可以了 有的学生家里30公里哦 他们在黄埋 也都在东荫 他们也是来老师家学习 你住在哪里 我家要黄埋 也在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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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克服一下困难 有摩托车吗 我没有 那你们 有吧 我们就是 有摩托车 但是 不是 因为我有姐姐她也要上 所以 那你就公交车好了 公交车 对很多公交车过来的 河内有很多公交车的 很方便 哦 OK 那就这样我看一下 从今天开始好了 现在学生来了 哦 对你们就先跟那些